从2015年到2019年,东宫电视剧的相关进展,和整个古装剧的大环境的变化,都经历了果山春世的变化。 从战外百当春节期间,只否后蓝船相继收官,接到上线的独孤皇后东宫建议相近,而东宫自上线后更是越分不断。 建议2019年古装剧的排播,在去年同宫有了很大的改善,虽然包款可欲不可求,但又会对于古装剧的需求,得到了很好的环节。 相较于《华克开年后》,首部古装代剧《独孤皇后》,谭德主控的东宫,则更吸引德鱼军的关注。 一方面这部剧的卡斯阵容,以新人为主。 另外一方面,这部剧从立象到开播之后的天人故事,也是很夜风水轮传的真实写照。 在行征销现场古装剧,尤其是古装人情剧,可被力量是人者见人智者见智,只要能够抓住古装剧和人情剧的受众的喜好就好。 只本聚集出七下公如《狂之宁男》的高庭互动,吸引大量女性观众乐科。 至于能夕色又纯情的表演,更是圈返牛树。 随着剧情进展,宁男如何对待三位追求者,以及她与大娘子,连行双三位角色的秘密。 更被女观众们当作昏略下科书。 从灯光开播后,当将愿意的帮行征销现场,也就是该聚集发的两个热飞话题。 特别决定于说,希望灯光男主孤独中老和灯光女主,必须死这两个话题,成为灯光动弹后的两个颇为有人的话题。 习中,希望灯光男主孤独中老微博也读,已经超过2.4亿。 参与讨论人数2.9万,而灯光女主必须死的微博也读,次百五十分万。 说明网友们还是首相流情,给女主拥有一线生机,日益加上IP的好战力,形成了相当的硬度。 开播的第四篇,据用户数据显示,东宫用户中有67%来自知否,可见,这部剧延续了知否之前的良好势头,成为开门后的热播剧集之一。 当然,这也是近年而古装人群剧套路上带来的影响之一,而灯光人主也是被很多古装人群受众最期待的改缘作品之一。 所有私存,华女人群小说先后,故事多于莫莫莫主,次有人情界都情天后,最莫莫莫之称,拥有众根书粉,多次作品改编成《影视剧》,《秋山乐雪》,《白布吉书》《我问你》,《佳西雷梦》等,东宫是知名娅乐作家所有私存的热门作品,曾被翻译文派,越当多版本,算是大专华期比较盛欢迎的女品瓦文作品。 所以在该剧从立项上用,关注度也是比较高。 但从2015年到2019年,东宫电视剧的相关进展,和整个古装剧的大环境的变化,都经历了果山出世的变化。 东宫偏文剧《东宫》正式被传出让开拍电视剧是在2015年,正是古装2P最封关的时候,而正是开拍的2017年。 古装2P事实上,已经略有降温,但经历了低谷的2018年之后,整个古装剧的大环境,已经发生了三天附地的变化。 东宫也在各种传人之后,变成了现在的东宫,来在2015年。 我说法是奔公,对唐德也是和一阵工作室联合拿下。 当时,广传所有私存的奔公电影版主决定为杨阳和赵丽颖,而电视剧版奔公,定为范冰冰和陈坤。 但是网友们当时认为,范冰冰如果出演18岁的女主,还是有一些违和的。 后来这一项目就暂时搁置了。 但在当年,也就是2015年9月,启卫永世成立发布会上。 启卫永世和一阵工作室,关心了要启动东宫的主卖片《西光之妖娃》的月月, 这部剧也是启卫永世成立之际要打败的搭败2P之一。 但是和很多屁屁屁项目的命运疏途同归,西光目前也是捉拳了。 但是,买卖不成容易,也不一定在。 在宇正工作室凤雄黄播出的时候, 贝罗斯曾上演了一出首自宇正抄袭的段戏。 2018年,河南密室和二区域联合播出的《凤雄黄》任用之际, 贝罗斯曾就公开指责凤雄黄援助作者抄袭席作品《登公》,引发了方间的热议。 所以,在2017年,当唐德影视正式开拍登公的时候, 网友们才发现主角从传说中的范冰冰陈昆本大咖, 变成了新人挑道员。 也就是现在这一版的彭祥婉和陈欣婿的卡斯阵容。 当然,如果真的用了范冰冰担当主演, 这部剧2019年难不能胜也是要打个问号, 其用新人演员,新人知名地和人气不够。 但从好的方念想,在当前的大环境下, 也是被盗于失,避盗于地。 余正三红和唐德水蜜应该说, 东宫从网民解报到IP影视化改编的这几年, 也是中国影视市场,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阶段, 从最初传人被湖南卫视和江苏卫视买下, 变成当下温馈独播。 这是渠道和唤语权的变形。 从最初传人翻边冰陈昆, 单单折远到当下的新人脸衔, 这也是与限制片酬, 控制成本的大环境变化有关。 但对于唐德而言, 这部剧能够在2019年开年后, 顺利上线并且收视情况不错, 已经是一个难得的好盖头。 毕竟, 在经过了多年的风光之后, 在2018年整个一年, 唐德都是水蜜缠身, 红野冰冰三野冰冰是唐德演示的最佳写照。 以茉茉冰冰主演的五蜜娘传奇和八轻传, 唐德一页成人像像子电视剧制作的头部公司, 紧密地五蜜娘传奇, 就贡献了一点一名人劳力。 如果八轻传说一开播, 唐德的越境变人强远, 至2017年人断写是, 将次入市, 东方入市分别以2.32亿元, 买下八轻传的首歌权, 预计将在黄金等播出。 浙江天猫技术委线公司, 则以单级750万元的价格买下该剧的网络独播社群, 以期时级计算, 总价为5.25亿元。 据此计算, 八轻传的网络和电视, 播放声音, 合计达到了9.89亿元。 但在对古装剧的限制之后, 又遭遇体报, 以及事业封编和高影响事件等, 发情这么热烂在锅里, 而花大叫前拿下的中国好声音的版权, 也未能落地, 最终好是回归探新, 这也导致唐德的业绩, 一夜被打回原型。 在1月31日, 唐德人士也披露了业绩日报, 日记于2018年度, 亏损5.6亿元, 5.65亿元, 上门同需正立任为1.93亿元, 一以一拙, 麦菲全定, 杨英世果, 因为莱威, 错过关关权权的余政工作室, 在2015年之后, 因为抄袭琼瑶事件, 进入至20时刻, 放大了2018年, 一部人体攻略, 不仅成为大款更妄于正风红, 成为最至首可略的制作人, 更决定更深奥聚集日网之道, 造次成为热热的焦点。 最后, 中工的任务, 也得这两年聚集市场最大的一个悬念留下了伏笔, 八千传在年龄会上满, 原创文章, 转发新注名出处。